侯友宜 投票 國民黨確定徵召侯友宜參選2024 做事至少是OK的 我覺得反正國民黨講難聽聽也沒有人選的 對啊 他也只能提一個侯友宜 你看朱立倫怎麼可能 支持侯市長 支持郭台銘就支持侯市長 我喜歡侯市長 我好喜歡他 你喜歡他哪裡 我覺得他給我感覺就是可以相信的人 一個可以相信的人 我覺得 好像還不錯 就黑白兩道都認識了 我支持柯文哲 國民黨的侯友宜嗎 我跟他不熟欸 我沒有太關注到他 應該大家要團結 不要分裂 然後主要是要下下民進黨 我們台灣才會有救 怎麼看他們提侯友宜 就是也蠻合理的 因為國民黨能派出來的人蠻少的吧 而且因為侯友宜算是 在國民黨的人選裡頭 算是比較可以很跨到 沒那麼藍的人的選民吧 他就恭喜他這樣 恭喜他 對 你看你有點虛偽 因為畢竟我穿綠色的 真招侯友宜 對啊 因為他就是國民黨裡面 呼聲最高的 不要口出二眼就好了 合作就好了 民進黨政府不要再關中天了 趕快赴台 謝謝 好 我今天問你說 國民黨真招侯友宜 很好啊 至少人選出來了 這樣子 確定了 這樣子團結才會力量大 然後看能不能把民進黨下架 這樣子 謝謝 變姊妹嘛 看到你本人了 對 我覺得侯友宜也不錯 但是他不適合現在出來 我覺得 他應該是做完這一任之後 在那個 我不喜歡中途而廢的感覺 想說會不會跟之前的那個 高雄市長一樣 怎麼樣 就是原本說 原本都是當市長 然後又突然跑去當什麼總統 什麼之類的 就不意外 就侯友宜啊 那就也沒什麼 也沒什麼 好驚訝 就這樣 我會支持柯文哲 原因是什麼 他比較 清明吧 現在只能找一個 大家知名度還算夠 然後名望還算夠的人出來的 感覺侯友宜就是 民調可能比較高吧 他可能做得很好 所以才會被徵召吧 你說侯友宜嗎 應該還不錯吧 他應該做得滿好的吧 內青的侯友宜 柯文哲你喜歡誰 柯文哲吧 對啊 就感覺比較 比較 跟年輕人心中的話 我比較喜歡 柯文哲吧 你比較喜歡侯友宜 原因是 就覺得他的真摯啊 我喜歡選賴清德吧 因為他台南那時候 其實做得很好 因為我南部的 我是南部人 所以對於北部的 戰士沒有什麼事了解 柯文哲 侯友宜 賴清德 你喜歡誰 賴清德啊 對 最不會想的 應該就是柯文哲吧 對 那你想一個 你喜歡賴清德的 因為我比較偏女 所以我就是會投民進黨 推出的候選人這樣子 侯友宜 你喜歡侯友宜 覺得 原因是 講話比較直接 通常都是爸媽叫我選什麼 就選什麼 沒有 這次還沒有講 對於真摯侯友宜 有人贊成有人反對 但是藍銀支持者認為 國民黨一定要團結